HELLO 大家好,我是月子 看到今天這個場景應該知道我要幹嘛 就是久違的花生醬吃花生醬的時間 這一次一共買了五款花生醬 就有包含荷蘭的、台灣的、加拿大的、美國的 以及紐士蘭的 所以今天就是要來吃他們 I'm sorry,不多說來看吧 第一個要先吃的這一款 是加拿大的New World的 有趣的是那時候我買它的時候 它上面寫奶素 但是我看成分它只有有機花生跟海鹽而已 純素的啦 對,然後比較特別的是它是有機的 我以前好像還沒有吃過來自加拿大的花生醬 所以這算是我第一次的嘗試醬 好香喔 就是這一款花生醬 我有先就是這樣子倒過來 對,所以就是 它的油現在在下面 對於保存花生醬不熟的朋友們 就是買一款吃飯 就是你是要像這樣子 就是你還沒開之前就是要 對阿,像這樣子倒過來它會比較好拌 就是那個油脂會跑到中間 然後醬的部分會跑到上面 好,所以容許我拌一下 欸 好了,經過一番努力 算了,我覺得好熱 它的質地可以看到還蠻就是 算濃稠,可是又不會到太硬這樣子 然後它的顏色還算蠻淺的 算淺吧,我覺得 它的花生香氣是那種淡淡的 不像是烘盤粽的那種感覺 嗯,然後 是的,我的朋友 芹菜回來了 好久沒有吃芹菜 所以就是要拿它來配花生醬這樣子 一,OK 哈哈 OK 嗯 嗯 試試看看 嗯 它的味道不會到很 濃重 可是它有自然的香甜味 它沒有加糖 可是它吃起來有一種 我以為的花生的甜味 吃得出來其實是品質還蠻好的花生 嗯 雖然後來我一段時間繳 但應該是我放太久 過了個個影片 我忍得非常快很久 Next 第二口是這個 來自荷蘭的 其實我不太會確定我念了這麼一句 Kelvey 我是在一個拍賣網站上面看到人家 就是好像從荷蘭玩 然後帶回來的 看到超興奮 但像荷蘭的東西比較 在台灣比較少見 所以我超期待 而且我有稍微查一下 這個字 花生的意思 就是 就是百分之百的花生醬 然後那個賣家說好像是 就是他們新出的 以前好像沒有出這個 所以我超興奮的 它也是那個玻璃瓶 Sums up 到那裡 我好像第一次看到這種 透明的風抹 這個我也要稍微倒開一下 不過 它的油好像已經跑到上面了 它是有一點點油水分離 可是沒有到很嚴重 然後看得到那個顆粒 看得到那個顆粒 好大 然後我拌得差不多 然後 我剛聞的時候 我有嚇一跳 就是 它有一點就是 它這個花生醬的味道 然後 我從以前從來都沒有聞過 就是 我吃過不少花生醬 然後 這個花生醬的味道 我第一次聞到 它味道 有一種像煙燻的那種香氣 然後 從顏色應該就看得出來 顏色很深這樣子 所以就是要來吃吃看 這瓶我棒比較快 嗯 嗯 Oh my god Oh my god 這個花生醬 我第一次吃到這個 味道的花生醬 就是它 它有那種炭烤燒烤的那種 焦香 然後 吃起來那種 很濃郁的 炭培味的那種感覺 它有微微的自然的花生甜 這個我覺得 如果你再加一點那個 蜂糖醬 就可以做 非常好吃的花生醬 再加一點點醬油 跟鹽 就是這個很適合調味 配配鹹的食物 太太 嗯 太特別了 喜歡花生醬的朋友 這個真的很值得 欸是 嗯 希望台灣之後會進 Next 接著看到這個 下一個是舊朋友啦 就是 我之前有吃過他們的那個 顆粒的 不是顆粒的 欸我吃過 這個是Mother Earth 紐西蘭的 然後它有三款 花生醬 滑順的 就是絲滑 還有 巧克力還有 吃牙齒 三款我都吃過 這都會這樣買是因為 我很喜歡他們的 花生醬的味道 然後加上他們換包裝 就是我之前買的那個 買的那個罐子 之前買的那個罐子 他們那個蓋子 其實還蠻容易就 就 就打開的 所以就是有時候沒有蓋緊 然後他們換包裝之後 我覺得應該是有人跟他們反應過啦 對不是我 反正就是有人跟他們反應過 所以就 他們有換包裝 然後變成上面是有 就是用旋鈕的 就像大部分的方式 但是 還是 塑膠罐 Anyway 我這次買的也是 濕滑 的 花生醬 然後它成分就是 就是9.5%的 花生 跟 0.5%的鹽 對 所以這是有加鹽的 不過就我之前吃的今天是不會要很鹹啦 就是微微的而已 所以 吃吧 OK O 折定應該看得出來還蠻滑順的 我也稍微再攪一下 A few minutes later 這罐超快的 因為就是沒有攪幾下 就發現它油水分子沒有很嚴重 試試看一下換包裝味道有沒有變 因為我上一罐不久前才吃完而已 它的顏色真的不算很深 然後 挖順度很高 就 可以看著這個 很多表 嗯 哪一件 蔬菜 他們的花生醬沒有加糖 可是 我吃起來就是有甜 就是 花生的自然甜味這樣子 然後還是覺得超好吃 Next 接著下一罐是這個 來自美國的 Trader Jaws的 很有名超市的花生醬 我以前有吃過另外一罐 然後 我有寫英文文章 可是我好像沒有寫中文 那一款也還不錯 可是沒有到特別讓我非常驚豔啦 然後我想說就買另外一款來試試看 這個我也是在網路上拍賣買到的 花很多錢在買花生醬 然後我沒有後悔的意思 OK 喔對 然後我忘記說 它這一個是無鹽有顆粒的 我是買無鹽的吧 它成本也超單純的 就是只有那個 烤過的花生 它也有點油水分離 所以我要拌一下 A few minutes later 不然我拌的也還蠻快的 它油水沒有分離的很嚴重 然後 我剛剛拌的時候就發現 不知道這就是美國的那個 花生醬的特徵 它們的顆粒又超級無敵大的 然後 我喜歡這種 然後一樣是青菜 嘿 然後就是我剛剛相機這樣吃出來沒電了 剛剛稍微快速的沖了一下 然後所以就是 代表我廢話要少一點 然後就是剛剛吃這個吃到一半啦 我要再吃一吃 因為我剛剛忘記了 它很濃 可是 不會到很膩的那種感覺 然後 它沒有加糖 可是也有淡淡的甜味 而且它的顆粒真的還蠻大的 就是 吃得到口感的那一種 就是 它變形菜吃得不錯 很不錯 不過它還是沒有Mutter 2那款 那麼的甜 這樣子 所以就是還OK 就是 可是沒有讓我很驚豔 可能前面的表現都太厲害了這樣 最後一罐 這一罐是我在里人買的 台灣產的花生醬 所以用的就是台灣的花生 然後它的成分有 花生 鹽跟糖 然後這一罐是290克 就是有加鹽跟糖的 我之前有問過他們有沒有出 沒有加鹽跟糖 可是他們就是說沒有 所以就是 就這樣吧 也吃吃看啦 可是我是怕 我主要是怕太過鹹或過甜 因為我覺得 你如果覺得不夠甜或是不夠鹹 你永遠都可以再加糖或是鹽 可是你加下去就不能拿回來這樣 玻璃瓶 然後我手看有點油 所以有點難開 Oh no 打開的時候看到它還蠻特別的事 就是它還蠻結實的 就是 因為它的成分畢竟只有花生糖跟鹽 這個比較像是有加 一般有加其它油 然後讓它會比較好抹的那一種 花生抹醬 可是它完全沒有加 然後很好笑 欸 味道下來 好 好香 聞得到糖的味道 它的顏色也不會很深 然後我覺得好像不用拌 因為它就是 還蠻 還蠻濃稠的 可是不會像很多油那種感覺 它顆粒也超大的 它顆粒比我想像都大很多 顆粒超大的 所以就來 吃吃看 我真的不喜歡加糖的 因為它就是有 偏甜的味道 它顆粒很大 我喜歡那個 咬得到顆粒的口感 可是 我喜歡它加糖那個味道 我覺得就有點 強調花生本身的味道這樣 配吐司搭 這個那個 DVMJ應該還蠻好吃的啦 可是 我想要吃那個吃 花生本身的味道這樣 不然它其實花生應該不錯 然後這次吃了 五款五果的花生醬 我自己偏好 以我自己的喜好來排 其實我最喜歡的還是這個 MOTHER EARTH的花生醬 我真的覺得它們的花生醬很好吃 就有自然的甜味 第二名是 加拿大的這個 有機的這個 它也有那種蠻溫和的甜味在 第三名是這個 它的味道跟它大顆粒 所以我很喜歡 然後 我是覺得它可能加一點點鹽會更好吃 然後 我希望台灣能開一下JUJuice 第四名是這個 這個 荷蘭的花生醬 讓我覺得它的味道很特別 就是我之前沒有吃過 像它這樣子味道的花生醬 所以就覺得很特別 可是它味道比較偏煙燻 跟 呃 炭焙味比較重那一點 所以我覺得它比較適合拿來調醬 第五名 就是這個 因為我真的覺得 我希望它沒有加糖 我想吃花生本身的味道 然後它的質地讓我覺得也蠻特別啦 就是比較濃 以上就是這次吃的五款花生醬 因為我自己本身喜歡吃花生醬 所以就覺得希望我這樣的分享 對你們也購買有花生醬 有不量的選擇 有所幫助 這些都是我自己買來吃的 所以就希望 呃 大家可以也去嘗試看看 找到自己喜歡的花生醬這樣子 對 然後這次就像這樣子 如果 你有推薦的花生醬 也歡迎在 下面留言告訴我 對我也蠻想吃吃看的 那我可能要先把這些給吃掉啦 應該不會到很久啦 這次就像這樣子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bye 不行 不會 Ohh 不管 Qalal